我是一对双胞胎自病症孩子的家长 我的孩子现在今年已经20岁了 就是说从怎么说呢 一个家庭有一位自病症的孩子 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惊心 像我们家是有两位自病症的孩子的 是相当相当的 像我们早期孩子在两岁过的时候 发现孩子跟平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他规则差不听话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是说也不会说话 然后到慢慢慢慢在三四岁 三岁也不会说话 到了四岁以后他才又有点滑影 后来我们通过一些网上的信息 了解的孩子是说是属于自病症的孩子 这种孩子的话就是说 他未来的读书就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其实说我真正的每一个孩子 要去做一些就业的话 其实要早期做很多很多的准备的 等孩子读到初一初二的时候 我就是去参缓一些香港啊 台湾啊 一些日本的一些 就是说一些这样的 就是说有自病症 青年工作的一些单位 就能去参缓去学习 其实早期就是四五年前就去做准备了 然后等到孩子读书毕业以后 我就就是说 立志于就去 我们就在温州就启动 传办一个就是说烘焙法 其实早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从一新开始上班于是2019年的6月份 当初的话就是从上班当初我们是历经了很多的情形 也就是说投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资金 就是说我们给自病症的青年 就是说一些就业岗位的一些学习 然后的话也是说安排了两位自病症的青年在里面工作 然后安排一个位自病症的青年 就是说作为前台作为实习 这些孩子都在实习当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像我们像我的孩子在一新年当中的话 从当初真的他从一点都不懂到现在能跟着老师 在一个后厨当中我们去学会做面包 做一些后厨的一些就是说打理也怎么样 真的他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温州市地区这边的话有800 就是说我们有800个群体家庭家庭就是说 他在关注着我们 其实我是想通过我的一样的努力 是让我们那些其实在家庭的话 让他们感受到希望 未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孩子能通过我们的努力 他能也能笼合到一个社会企业当中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开一家新店他马上就过来盆餐怎么样 所以说这样的话对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 我们接下来就是每个星期会对新青年 大龄的治病人新青年的话 一些就是说一些烘培的一个基础的培序 还有一个礼仪的培序 比如说我们还有会推出一些 比如说怎么搞饮品怎么样 做课程一样 然后的话还有接下来我们会在每个月 会推一次蛋糕DIY 就是说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做的钱 这项目的话做出来来参加的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的 不需要钱的 其实怎么说我们创办一新年的话 其实我们从去年创办的时候 租金到有些东西也不同 其实脚的血费也比较多 一直是面临着一些困境的 然后后来又碰到了一些疫情 给我们的感激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自从我们现在去年 然后我们今年是说 现在搬到我们下午的店以后 我们的店就是说整理上面 就是说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也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我希望未来是说 说一新年要做的 把这个企业做大 一个是让更多的新青年 来进入到这个这样的企业当中去工作 还有一个让 让我们的新青年家长感到希望 一定要尽我最大的能力 一定要把一新年做好 做大 让更多的一些新青年 能有更多的机会 他们能融入到这个企业当中去 做一些有正义的工作 去实行一个人 一个应有的价值 肚子变小了就更帅了 你看肉 那么多肉 像骨一筒一样 骨一筒你也知道啊 就是要锻炼 不锻炼的话 年纪再大出来走不动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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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